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最近就有很多的藍絲台突然飆起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去講這話題 在我講之前 希望大家給個like share 記得幫忙訂閱本台 話是說最近有些藍絲台本身有10000的訂閱 突然在這幾個月來就變成10萬個訂閱 不是一個台就是這樣 又有十幾二十個台都是這樣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去講這件事 要去了解這個現象 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受眾往往是甚麼人 他們最主要的受眾 就是一些 他們最主要的受眾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人 他們只要感性到一個地步就是 看到你是一個藍絲 他會主動幫你手like你的影片 share 出去 甚至訂閱他的台 一傳十 十傳八 他的訂閱數不單止有提升 不單止他的訂閱數有提升之餘 最重要的是可以提升曝光率 曝光率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YouTube的演算法 會透過曝光率 會幫你自動share一些影片 給你潛在的觀眾 那他怎樣做呢 例如你找到一些時事的題目的時候 你會主動會看到一些 知名的YouTuber 去講一些影片 第二 你可能會在一些主頁 會看到一些推薦的影片 第三 他有時會把一些最新的影片 以一個 通訊的形式 分享給他潛在的觀眾 如果你的台的曝光率是夠高的話 他會自自然 幫你手share 那藍絲 最想他的曝光率提升得快 曝光率提升得快 是有助於他可以打這個資訊戰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OK 那我們打這個資訊戰 其實我們是比較上虧張 因為我們的觀眾 其實是比較上理性 甚至是比較上被動了一點 他們可能看完這影片 覺得真的很棒 才是like share也比較少 訂閱也可能有 如果share少 即是我們的曝光率 是比藍絲少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中立的人士 你優先會看到一些 藍絲的台 再會看到一些黃絲的台 那你對於打資訊戰 我們就是蝕張這一點 先發制人 他是可以做得到 曝光率小 最大的影響 一定是一些中小型的黃絲台 他們永遠都是 在萬多兩萬 那個訂閱人數 這個是其一 他們的影片 也都沒有辦法 透過一個正常的途徑 去吸引更加多人 此其然 最後就是令到這些台 很難去成長 亦都是間接 令到聲音 開始變得小 大型的台 就是 未必要有這個情況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曝光率 比其他台 做得更高 例如城寨 本土台 大J 因為他們 出片是比較密 沒有起得快的 這個城寨 和本土台 他們有一個特性 就是 他們有部份的觀眾 本身是有一點點感性 會幫你 like share 訂閱 這些台 做得更加 成長得更加快 他們成長得快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們的影片 夠高曝光率 而且 他們有一班 感性的觀眾 去幫手 like share 訂閱 令到他們的台才能成長得到 所以 我希望各位看黃絲的觀眾 希望大家 做齊了 益者三有 有like 有share 有訂閱 甚至有comment 給一點點的支持 支持一班黃色的youtuber 剛才也說了 如何面對 一些藍絲 youtube圈的對策 我們 我就現在再說一說 我們黃絲youtube圈面對的問題 首先講這個問題之前 就一定要講一下 黃標這件事 黃標這件事 相信大家都聽得到 黃標是什麼呢 黃標就是這個 當你是審查這條片 應不應該 有這個廣告 的時候 那麼 審查過程 一定是沒有廣告的 去到審查完畢 你就會有機會是有廣告 和沒有廣告 那麼這件事 他們是透過一個廣告 去做一個收入的來源之一 造台的成本 往往是很貴 可能說 不計我這個燈某台 有些台要買一些更加好的器材 或者是一些直播的軟件也好 他有機會會花一筆很大的錢 去提升的水準 深挖符他們會做很多的 更加有質素的水平 去提升他們自己的台 的水準 不過當他們 在審查期間的時候 沒有廣告 其實他們的收入 也都跌了 很大部分 為什麼呢 剛才也說過 審查期間都是沒有廣告 而那段就是他們 廣告收益 最黃金的時間 那段時間是最多人 看你的影片 在你放上去的第1個小時 或是24個小時內 一定會有很多人 先按進去看你的影片 你去之後再看的 其實是少了這一類型的人士 是不是 你的收入 就會大大地打折 希望各位支持黃絲 YouTube 圈的觀眾 看到別人是有廣告 幫忙去看一看 如果可以 就按下面的連結一下 令到廣告收益變得更加多 去用一個免費的方式 去支持他們的台 繼續運作 那這次呢 就說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LIKE SHARE 以及幫忙訂閱本台 下次再有機會 和大家見面 拜拜 晚安